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現在正值舊歷七月的時節 有不少市民都會在街上進行奴祭 其他人見到一般都會有所避忌 但偏偏有一名來自大陸的中大女教授 竟然在街上撿製品回家吃 而且還在網上帶了戰利品 和學生掀起麻戰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中大校園電台網上群組的報導所說 說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李薇 這是來自大陸的 他在群組上首先貼出一張路邊製品的照片 包括花生和橙 然後他的留言是這麼說 說最近屋苑有很多人拜神 食物拜完都不收回 真是浪費了 然後沒多久他又再貼多一張三送一湯的照片 他說 本人披聲大月撿回來的花生 叫印容姐姐剝殼之後 加薑片、生醬油和湯 用煲粥的鍋煲到湯去撿而成 簡單美味 那些花生擺明 就是人家在街上製油雲野鬼的製品 他撿來煲湯 然後他還說 其實這些食物是可以拿回家自製美食的 他說出這番說話 做出這些行為 當然就是激發到有很多中大同學的不滿 於是和他牽起了馬戰 對他口誅不伐 誰知這個教授面無巨色 更加向學生挑機 他說其實水果都好吃 哈哈 我開心? 關你屁事 你說得出這些說話 根本上是對自己的一種不尊重 這個世界叫做什麼呢? 人必自無然後人無知 首先不要說這些 什麼浪不浪費食物這麼無聊的指責 喂 根本上這個制製文化就是由來已久 幾千年以來都是這樣做的 論語都有說 孔子說什麼? 制如在 制神如神在 即是說 當大家進行祭治的時候 就要懷著一副恭敬虔誠的心 當你祭祖祭神的時候 你就要當祖先當個神 真是在祭治的現場那裡 那就是證明得到 根本上 祭治文化已經有了幾千年了 喂 大陸的人這麼喜歡說自古以來什麼什麼 祭治文化就是自古以來已經出現的東西 喂 那為什麼這個人會說人家在街上制製 是浪費食物呢? 這些完全不是文化差異的問題 而是顯得出這個教授根本上是沒有文化 我自己就認為 如果一個人對於這些民間的信仰 是有不同見解的話 絕對是可以討論的 甚至乎是可以不相信也可以的 問題就是大家要互相尊重 你不相信或者你認為這些東西 根本上是達不到應有的效果 不要緊的 但是沒有理由拿露製的製品 走回家煲湯 走回家吃的 還說自己開心關你屁時 這就是對於民間信仰的一種不尊重 而且是對於民間習俗的一種踐踏 不只是管你自己開心不開心 你開心就關人屁時 這個教授不能夠這麼自私 你可以不相信別人做這些東西有效果 但是你不應該收拾別人的製品 回家煲湯 這個其實在現代角度來說 都不符合公共衛生的原則 更何況現在根本上就是 處於全球大流行武廢疫情期間 你怎麼會收拾哪些製品 回家煲湯 回家吃才行 這些人是傻的 從現代意義的角度來看 都不應該收拾製品 更何況 根本上這些是由來已久的東西 至於說別人浪費食物 實情 即是製製的食物 如果是一般拿來製造 或者是拜神的 有些市民都會拿回家吃的 但現在這些是餘蘭節的製品 拿去奴製的 一般會放低算數 你說浪費食物 即是一鋪半鋪 何況這位教授 都不是第一年下來香港 為何往年又不見他走出來 異症慈嚴 異憤填英 去指責市民浪費食物呢 今年又走出來說 當然有些人會質疑 他今年才見到不行嗎 行 你什麼都行 但剛好在七月份的時候 新歷 大陸是否推出了一個叫做 珍惜食物的倡議 叫市民不要浪費食物 甚至出外點餐 就有一個叫做N-1的計劃 十個人點餐 就拿九份食物 這個大陸的教授 是否為了政治正確 為了拆大陸鞋 所以特地去說這番說話 是不是會令人有一種 瓜田理下的感覺 早不講前不講 偏偏今年才來講 即是往年鬼暗眼 完全看不到街邊有人去做祭祀 說出來有沒有人相信 而且還要折墮到 在街上收拾祭品 和遊魂野鬼爭食 成何體統 是不是 如果你說要珍惜食物 有很多種方法 包括在大學範圍內 唱耳叫學生 點餐食物的時候 點餐就算了 不要喊到整台都是 有很多種方法去做 例如說 要唱耳減少廚餘 諸如此類 就不是在街上收拾祭品 這些完全是缺德行為 好了 接著我們再講另一件事 又是有網上的麻戰 這麻戰是著名藝人鄧瑞文和網民之間發生的 鄧瑞文最近參與全民檢測 然後寫了一段貼文 他怎麼說呢 他說 昨天早上去檢測 剛好已經收到檢測報告 效率超快 去之前 他的朋友們和媽媽都告訴他 檢測過程 鼻加喉嚨 雖時不足二秒 一點都不辛苦 三個字形容 快靚正 重點是 現在他很安心 他不會是帶病毒者去傳染其他人 愛香港首先要負上最基本的公民責任 他說得出這番說話 首先已經是顯露他的無知 他說做完檢測之後就很安心 他不會是帶病毒者去傳染其他人 喂 你知不知道 你去做這個武肺的檢測 那個檢測結果 其實只是反映 在你採養那一刻 你是沒有問題的 當你採養走出檢測中心以後 你是否完全沒有對外進行過任何接觸 你在街上走來走去 坐車 按鈴鐵 你一樣是會暴露在感染風險裡 家欣這隻武肺 他是可以通過飛沫的傳染 氣溶膠的傳染等等 喂 那你怎麼可以確保得到 在你做完檢測之後 到你收到檢測報告 收到檢測結果的那一刻 你是完全沒有接觸過那些確診人士呢 似乎有些人就將做武肺的檢測和驗孕或驗性病之類的東西 是混淆了 喂 你走去驗人 當然啦 驗到檢測結果發現是沒有懷孕的 那只要你一直都沒有跟別人進行性接觸的話 那就確保得到你是不會帶肚的了 但是驗武肺就不同了 你每天走出街就已經是接觸著不同的市民了 那所以怎麼可以確保得到是安心呢 說不通的這些是混淆視聽的東西來的 另外他還說到 說愛香港首先要負上最基本的公民責任 那他這句說話也有不少的網民提出了質疑 就是說 你說到什麼最基本的公民責任 投票和登記做選民都是最基本的公民責任 那你鄧瑞文有沒有幫忙做這個免費的宣傳呢 反而全民檢測你就去去宣傳 另外他在那個帖文那裡還有很多個hashtag 都是去串返那些批評他的網民 他怎麼說呢 就說想驗就去驗 他只是聽自己的心說 只要繼續做足防疫措施 就更有信心不會被感染 尤其看見那些新冠感染大國想驗都沒有機會 就更覺珍惜和感恩 他這裏相信就是不點名地串返美國 實際上那些世衛專家都已經走出來說了 就是說做這個全民檢測 根本上就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浪費金錢的行為 為什麼現在又不走去聽世衛專家說呢 之前經常搬世衛專家走出來 搭世衛的名字出來說 現在又不說了 好了 接著他怎麼說呢 這個鄧瑞文 他說連自己的健康都要和政治掛勾真是超荒謬 這句話就真是超荒謬 真正有能力把健康和政治掛勾 就不是一般的網民、流羅或者是誰 而是特區政府而是有掌握到公權力的人 才是有本事把健康和政治掛勾的 反而特區政府說明在沒有明確科學根據的情況下實施限聚令 這個人數由四個人變成兩個人 諸如此類 這些是否健康和政治掛勾 又或者 以這個防控疫情為名 走去押後立法會選舉 這是否健康和政治掛勾 為何你鄧瑞文不出來說半句公道說話 最後他還說 說他去驗又不是逼其他人去驗 這樣都要被批評自由何在 這個正正是體現得到言論自由 如果你認為他批評你的事是沒有道理的 你就由得他發一封 尤其是作為一個藝人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就要面對著一些無理的批評 周時會有的 如果你做了藝人這麼多年 你都面對不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不如不要做 只要那些網民所說的話 不涉及任何誹謗性的言論 你就由得他說 你做的藝人 吃得鹹魚抵得渴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